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说台独的大佬 他的建议 那只是他的建议 这方面我们党自然有自己的一个打算 那么这个面向是多面的 你是从本地找 或从外地找 只有要提起诉讼 才有外地的人能够三个月的一个潜入户口的时间 我这的话根本都不用谈 所以要看看各方面情势的变化 我想党是密切的在注意 您建议诉讼这个 我没有做任何的建议 所以党自然会去做各方面的考量 然后再做出最好的决定出来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现在高雄现在的形势 你高雄现在的真正 你真正的条 你如果没有来 可能高雄就会显然 哇 对啊 我哪有可能 那是他们床上的 他说我就是会丢 你很久会丢 没有这些都幽默几个拐 谁是幽默几个拐 不知道 人都这么说 照顺他会来 都青菜公公 大家都有他的关系 有他的实力体力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议官 绝对没有这个护理 和弘公 现在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就退休了 这就例如 有没有话想要对韩国瑜市长说 下一步建议他怎么走 没有我不能有建议 他自己有睿智 可以做决定 有些市长的支持者 就是好像他其实会集结 有些抗议的动作 你怎么谈 哪一方面的抗议 他们在担任的时候 要再抬到 尊重嘛 尊重嘛 每个人都有他们的 自己的想法 立场 还有他们的奏法 大家总要给尊重嘛 那我讲过嘛 投票的结果 大家应该都是接受 而且给予尊重嘛 那现在有反应 我们也要给予尊重嘛 好 好 谢谢了